HELLO 大家好 歡迎到我Y.A.Ballery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一大把什麼呢? 這一些是我大概最近只有半年以來吧 從四面八方投資而來的小可愛美 馬上就讓他們現身在大家面前的Mattery 首先來看到的是這個 這一系列三款是來自哪裡呢? 這是來自樂意的作品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的話就是 活版印刷拼貼卡 神秘學 這一款的話我們打開看一下 它拿來當作拼貼小卡 我自己也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對而且它裡面呢 你看它這樣厚厚的一疊 至少我這樣看下來 還有很多種的樣式邊框 所以你不管怎麼樣選擇使用 都還蠻方便的 而且呢因為它外包裝有很多顏色 我本來是想說我要買黑色或是藍色 有其中一款就好 或是說我要全包 那結果沒想到我第一個就抽到這個了 所以我就停手了 所以是用抽的嗎? 就是它隨機的 突然很lucky耶 再來是這一卷 碩色 對我來說呢它就是明度比較低 帶有一點灰階的 彩虹色系玫瑰花 彩虹再次出現了 而且我們從官網上面看到啊 可以知道它上面的樂譜啊 是小星星跟走群 這樣就看得出來 有錯的 那因為基本上 樂譜加上這種彩色的設定啊 就等於B 這個是A公式想 大家都已經非常了解 然後再來這一卷是 芝子花 那芝子花對我來說呢 它就是冰青玉結有氣質 就很像是潤鵝一樣 你是說少女時代這個潤鵝嗎? 這個比喻是不是太高級了一點 對 因為它就是這麼漂亮 這麼有氣質的花 它就是花瓣感覺透了一些粉色 淡黃色 這種就是低調的美 就是那一種不用特別炫耀 就會自帶美貌的氛圍 再來是芝子先生的這一個 Pinkoi和Snooby的聯名款商品 這款啊 其實我在去年就買了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開箱 而且它也很可愛 所以我是捨不得使用的 它叫糊塗它 它還在逛台灣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高巴度 對 極其高班 它上面啊 就是有一些 咸豐草啊 還有扶桑花啊 一些街景的搭配 跟著糊塗踏克去不行 沒錯 旁邊還有一些小痕跡 就像它的 小腳步一樣啊 然後還搭配 底片的小鐵罐 和拍力的貼紙 整個很Q呢 我覺得它的收藏價值蠻高的 是一個很完整的作品 所以我其實有一點後悔 只有買了一罐回來 再來是 Pinkoi的作品 第一卷是 這一卷素描女孩啊 我在IG上實在是看到 有太多人使用了 非常的漂亮 這是你的收藏館 剛好需要入住一些新鞋 他們就來了 我覺得我很需要這些妹子 來豐富我的館藏 彷彿就是有一股清風會從櫃子 漂亮 而且你看啊 它每一個妹子的頭髮 都非常的豐盈耶 天啊 很棒嘛 真的是加倍的喜歡 真的 因為崩營而喜歡 再來是這一卷紙膠袋 叫做一段一段 你看它上面這個長條形的花紋啊 我就想到了這個品牌 他們也是一段一段啊 不過呢 這個KITA的一段一段呢 你看它上面一次就是四種花色 對吧 但是我們這邊只要帶裡面呢 哎呦 它有好多種花色呢 聽說裡面二十四款猛烈花色猛烈 而且呢 它又是用歌型的 所以蠻方便使用 而且它除了一條一條之外呢 它還有這種哎呀 小葫蘆的造型耶 哦 一條一條跟小葫蘆加在一起 大概有七七四十九種 拼貼方法 這是我第一次跟團買的商品 是跟Tracy買的 是馬子繪館的作品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一卷 海色天際 我呢 就是被它漂亮的天空雲堵 還有星球給吸引 是嗎 這種顏值很高的畫風 就是我們會買的 而且呢 因為它也是這樣 尺尺的一張一張啊 所以不管也是要做拼貼啊 還是說你寫一塊記事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空白 想要補起來 或是幫卡片增加一點 豐富性的畫 都是畫得不行 接下來是這個文房手記 這一個呢 是他們的三週年紀念版 上面呢 有很多彩色漸層排列的筆 成堆的文具 對啊 這一看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可以不買 而且它這個筆啊 剛好和我用的 有一點點像 就像是啊 有那種中性筆吧 色籤筆啊之類的 你看到之後覺得怎麼樣 覺得立刻恨愛 所以一定要get回來 光是這邊的彩色漸層 就是一定get啦 再來是這一個 手帳筆記 它是文房手記的第二篇 是手帳素材篇 也是他們的五週年紀念款 沒錯 它是前一款的延續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 手帳常見的元素 像是這樣子的模糊啊 小杏件 花朵 這一些都是蠻常見的 很像是把你的手帳縮小 濃縮成精華 放在同一幅畫裡面 是不是還有一些 像什麼復古紙材啊 蜂蜂 紙腰帶等等的 極精華於一體啊 對 怎麼可以不買呢 買得很值得 再來這一卷的話是 蜂蜜多士 這一卷看起來真地好吃啊 它上面就是 布滿了厚片吐司啊 還有 我記得以前曾經很流行的那種 蜜糖吐司 不過我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很流行 沒錯 就是有點少女感覺 那它上面還有搭配很多豐富的水果和冰淇淋 可以拿來嘗試 比如說 我們可以拼一下少女風 美少女的感覺 接下來是文具人格的作品 我們先來看這個 拆解拼湊 我們有在IG上面曾經就是有用這個素材來做拼貼 哦 這款 霧面的PET膠帶 那因為先前的使用經驗很好 所以我在它開了網購之後 立刻把黑色和白色一起包回來 然後我們知道它裡面有很多的線條和文字 對於拼貼來說的話 會是很容易幫作品加分的配裝 黑白灰的款式作為點綴正是還蠻好用的 可以替作品加分又不會過分的搶戲低調的美麗 我壓力耶 OK 好的 Donshi 再來是它的碎片系列 這個其實我們也曾經拼貼使用過 大家請看這邊 所以呢 一樣是開了網購之後 我就一起包回來 這裡這種山水景色 或是日常巷弄生活的小片段 都還蠻棒棒的好用 它整體色調不會太飽和華麗啊 是走這種粉嫩溫潤淡雅的色系 溫文如雅又秀氣 我覺得它有可能是因為尺寸和配色的關係 比較小巧一點點 所以在畫面上不會太張黃 它就可以是很秀氣的主角 或者是不會喧冰奪主的配色 再來是這個系列 在哪裡買 博圈籃上面買到的 首先來看到的是這一個 它是一個韓國品牌 那這一種 油票復古風的紙膠袋啊 它有出三款 另外兩款呢是花鳥和文字的 不過我選擇的是這一個 油票棘手繪風格 是的 可以拿來當成卡片的裝飾啊 或是說你做了什麼糖果餅乾 它也可以當很棒的標籤貼紙 應用在包裝上應該挺俏皮可愛的 這兩卷呢同樣也是韓國的品牌 首先來看到這一個 我很喜歡它這一種 簡簡單單的風景畫的畫法 這種簡約的氣質疏聲感啊 其實就是你的Vegetable吧 然後 另外一個呢是這一個 標籤式的 突然 突然 突然驚嚇的 再來是這一種標籤式的 再來呢這一款標籤啊 它也是簡簡單單的復古風格 其實呢 這兩款 它們都還有另外的姐妹款 但是我想說 欸這個品牌沒有接觸過 所以先各買一卷回來 品牌一下 好用的話就是準備 包起來 是的 就是跟韓國那個 菜包肉一樣 包起來 是這樣嗎 再來是這個小小的一卷 再來是這個小小的一卷 它上面呢有燙金的山 和星空 這些素材 一放上來就 欸 不重 雖然它們還蠻有貴氣感的 可是它的畫風好像又是有點可愛可愛的 挺酷的 所以呢 它這些條件都很符合我內心理想的脊椒袋 還應該有的形象 梳起來 馬上放入購物 車非常之乾脆 這種時候就特別乾脆的人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愛智文具房 又是週年紀念款啊 沒有錯 先來看這一卷 欸 你不要看它上面寫的是 愛智墨水喔 它上面還寫 鋼筆又墨水 不要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少看它了 它其實是 紙膠袋 所以如果想買墨水的人打開 會是紙膠袋這樣子嗎 對沒有錯 我覺得那好火大喔 對嗎 它這一卷啊 它上面寫的是說 一卷循環90公分 絕版圖片一次擁有 這關鍵字 是不是這麼的熟悉 它就是會迫使你想 哦 我要擁有 的感覺 再來是這一卷 甜蜜生活的風和日曆 因為先前呢 我們曾經有獲得過 它的分裝 覺得很漂亮 所以就乾脆一卷買回來 這些妹子我們也用了幾次吧 在我們拼貼裡面 它們就是很時尚 很有氣質 我個人也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們達成了共序之後 買起來就更加 新安理的呢 準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和風和日曆搭配的這個 文字型的紙膠袋 你可以看到啊 它這上面的文字啊 是一種很質樸的手寫風格 那其實啊 我挑選文字型的紙膠袋 我有一些比較 龜毛的原則 如果這一卷文字的紙膠袋 它裡面的內容 邏輯不合理的地方 太多的話 就算它設計再漂亮 我也不確定 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啊 如果文字太不知所云的話 就是有點可惜 那一卷很美很美的那個設計 哎 比方說什麼 你知道每當一分鐘過去的時候 就有60秒流失 你就覺得 哦好 也是流失的 真的 我就會覺得 如果它寫說 膠原蛋白流失 我就買 我覺得很棒 很可怕耶 因為很實際 那至於要怎麼樣去定義說 它有沒有邏輯感 就是各自表述的事情了 那我依照我個人的判斷 覺得它是可以被我收回來的 接下來我是在 各地成品裡面的 自己印餐位裡面買到的 首先來看呢 當然還是 Maluko小畫室的花與兔 這個系列的小兔子和花朵啊 就是我們很常看到的柔美派 Maluko的元素基本上就是很容易讓你入售 而且你看啊 它上面有小兔子 還有我最喜歡的玉金香 麥寶 再來是這一卷 Sonia的作品 我其實是在經過攤位的時候 眼角 欸 瞄到說 這裡有一個東西要灰灰著我 這個作品感覺它挺復古的 復古派呢 我覺得它的 藝術家氣質很高 C 我知道它的那個藝術感是會讓你想要講外文 對 所以我剛剛就不小心C了一下 它會給我一種 歐洲泰系的藝術感 對 所以呢 我就 拿拿拿拿拿 欸 捨不得放下來了 就 欸 回來了 欸 怎麼在我的藍隊 再來是這一卷如幻 你看它 彩色的煙霧啊 搭配PET的霧面材質 看起來真的是如夢似幻 就名字也取得很好 是吧 沒有錯的 而且它這一種 夢幻的煙霧啊 也是彩色漸層的 喔 所以呢 如果今天在應用的時候 我想要做一個 溫暖色系的拼貼搭配 或者說卡片啊 我就可以用這種 橘黃色啊 粉紅色系這邊 那如果我今天想做一點比較 夢幻派的 我就可以選擇其他色系 OK有很多 多元的應用 百搭拼貼爆款 爆 再來是這一卷 DORENI 它上面的這些 音符啊 和我們先前購買到的 樂譜那些 氣質版的音符 其實不太一樣 你看喔 它這一卷上面呢 有這種波浪型的 還有這種Q起來的 你就隨便剪一小段貼 欸 這氣質就不一樣 音樂的氣質就出來了 所以你很想跟他們 動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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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看到的是這一卷 這個牌子前陣子 我朋友也一直爆買他們的東西 那個數字很經典 嗯 那這一卷是媽給的 所以我就拿出來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媽非常潮流 好丟 MARUKO的元素 其實基本上就很容易讓你入手 入手 入手 我要比開心 這一次呢 一口氣把好幾卷存貨一次給大家看 希望這裡面呢 也會有你們喜歡的作品 只要在大樓呢 就是繼續蓋起來 好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也別忘記follow我們IG 好 大家再見 掰掰